亦有王毅,王毅应该去了莫斯科 王毅去了莫斯科,当然很多人会在想 你去莫斯科的情况是什么 之前我们所说,在布林肯会议 布林肯已经说得非常清楚 警告过中国,千万不要直接均援俄罗斯 直接均援俄罗斯会出现一个严重后果 美国通常说,这个严重后果都差不多去到奥特曼 即是说你有敬爱的尼顿,真是最后统致 所以最好你真的要放入心 所以王毅此行去见俄罗斯那边 究竟会得到什么结果呢? 这个不肯定 不过我们相信,中国会在2月24日宣布一个宣言 这是对世界发布的 我相信是他们对沃克兰战争的立场 究竟是怎样呢? 当然我们也要去到2月24日才知道 但我们看到,除了美国安令之外 欧盟外交事务的负责人,Joseph Borrell 这位人兄亦负责很多武器、安排、采购等等 这位Borrell也有份说 以前也提过,美国29月交给沃兰 这位人兄亦有份帮忙做一些Gordini 所以我对他也挺熟悉的 他说,他亦有在今天警告中国 不可以向俄罗斯提供武器 不然你就跨越了欧盟的底线 即是红线 如果跨越了红线 又有thin red line 那你就糟糕了 这位似乎都很纯纯 Borrell也很纯纯 发生一个报道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Borrell 已经正式通知 最高层级外交官员 即是谁呢? 即是王毅 因为中国的制度是入国家级 即是你见到会有外交部长 你听到外交部长也是外交部主高 不是的 他上面做一个国务院里面的一个专员 再高级一点 会是外交事务的专员 以前这个位置属于若杰茨 若杰茨退去益南已经走了 走了之后 袁斯的外长王毅就升了一级 就升了上去 所以接着就将驻美大使 就升了上去外交部长 总是这样的 中国的正体就是 凡真是驻美大使 基本上他都是在所有国家关系之中 是最厉害的那个 所以理论上下一任的外交部长 就由他上去 这个很多 大家都看到李绍兴的之前都是这样的 一直都是这样的 道理也是没有变过的 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见秦刚上了 外交部长 我估计这些位置 秦刚不够经验处理的 所以你需要派王毅 王毅都在杨茧茨身边 学了这么久 杨茧茨也是相当稳定的人 不过就有一些晚节不保 即是他都是温文耳艳的人 尤其是要做战狼 我估计都非他本源 但是没办法 所以我们俗称的晚节不保 就是这样的位置 现在欧洲这边的通知 中国真的不要给武器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他说到军门的位置 就是弹药去到武器 这个似乎就是那个范围 已经设立出来的 布林肯就说到弹药到武器 如果你说被弹衣算不算 子弹也算 一枝枪那枝当然算 例如你给导弹 你给榴弹炮的榴弹 这些全部都算 弹药一定算 无论大小都算 武器可以拿来 有杀伤力的都不行 灰色地带有的 防御性的性质 这样行不行 电子东西行不行 例如导引器 导引器 导引科技 俄罗斯 电子零件 这些雷达 这些 拆开来说 很难说它们是武器 武器都要一个组合 要一个直接的杀伤性 但它就很间接提供到 你的战斗功能 例如我们这样说 其实整条杀伤链 是由搜寻开始的 首先你要做一个搜索 搜索之后 定向 定向之后 追踪 追踪之后 锁定 锁定之后 攻击 攻击之后 评估 就是我们所说的 整条杀伤链的 步骤 你想想 最后打它之前 有几个步骤 要做 雷达就是 那几个步骤 最关键的武器 你说雷达就是武器 就是这样 所以你问 如果我跟着我的定义 我觉得是 因为你不能瞄准 你便打 对不对 你现在是打精进 所以如果你打精进 雷达当然是 红外线 算不算 红外吊仓 算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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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这样计算 很多人都算 所以之前 例如说 给苏35零件 我理你什么零件 全部都可以协助到 苏35去投弹 算是 算是 也算是当武器 所以这个情况 如果你认真去收缩 这件事 是可以执行得很严谨 如果你放松 那当然可以去到很松 尽快 如果大家明白 就可以了 所以说 中国 现在会不会派武器 我觉得 它现在的位置 刚刚夹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 就是说 你给武器 你会被美国佬走路 千万不要抱着一些僥倖心态 觉得美国佬是会看不到你 美国佬的情报 也有在 所以千万不要想着一个 抱僥倖心态 给就照给 就等你不发现 因为总之你给了 便会有公开的人 那管理 所有渠道做到多密 也好 有时 你有机会有人与便捷 有人与便捷 有多好都没用 他拿了你的资料去便捷 即是软非他方 去年试过 包括一个高超音速的科技研发人员 就拿了你的成果走 跟英国分享 立即英国这边 高超音速武器的技术就大增 整个国家 扔了百几二百亿 甚至五百几千亿的东西 无端端一元都不需要 就分享给别人 那是否是嘔血 你还要被人知道 你支弹的所有参数 都是嘔血 所以到这些时候 你便发觉 其实这个世界 是没有密不透风的墙 真的没有的 有消息便会有机会被洩漏 这都在地球上很常见 隔墙有矣 所以这些信息要相当小心 如果美国真的画了一条红线 中国要看看 我猜王毅之流 当然是鼓励要偷鸡 但我觉得偷鸡 过不过 即是你偷鸡 你给了武器给俄罗斯 他给了什么好处 对吧 俄罗斯最重要的是 他真的给不到什么好处 你说他用什么跟你交换 钱中国不缺 虽然大家都知道 中国也不是好 但政府还没有去到俄罗斯 那么缺 所以你说用钱去打动他 就不算很重要 除非你有很多美金 订到他 可能都会想 大家知道俄罗斯不会的 他也没有美金 所以没有关系 所以俄罗斯有什么利益 可以给中国 例如伊朗 伊朗就不停留无人机 不停扔无人机 就给俄罗斯 这样扔 起码 他也会给F-35 对不对 所以怎么计算呢 伊朗也是好处 伊朗就能够在无人机事件上得益 不然还好 如果这样得益 对不对 但如果你说反过来 中国军互联有什么好处 除了俄罗斯不会立即输 外交上就多个朋友 多个助力 直接的好处 好像很难想 你说俄罗斯会不会 给你一些引擎技术 和会卖给你 我觉得不会 俄罗斯在这些地方 会卖一些酱 所以我觉得 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都极度呼吁 中国是真的不要给 你就算拿多两个技术 你换来美国的制裁 也是相当不值的 美国的制裁是全方位的 如果最后封了你 封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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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时都很投行 因为现在的中国 不可以像前苏联那样 封环 即是闭环式管理 不可以 以前 以前 苏联也做其他市场 去走赞 我们说到 铁幕国家 还有什么 南斯拉夫 还有波兰 那些国家 可以让你做到内循环 中国是没有的 只是自己内循环 内循环和内出血 都是差一点 所以很危险 如果要搞到这样 也禁止你参与所有国际游戏 那是相当麻烦 当然 没那么快 去到这么紧 这一步 就真的未到 但由此开始 也不好 因为这是一个不可逆转 的情况 虽然好像是小小的洞 就像堤坝的一个洞 你不理它 堤坝的洞 是会慢慢裂缝 扩大 最后会令到整个水壩崩溃 其实无论是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公司和公司之间的关系 迷惑的关系 你穿了那个洞 你不快捉取 练缝抗大 如果是一个無可修补的情况 你就可以不可以做 所以这些情况 你和俄罗斯吐团取暖 我们都明白 要不然俄罗斯徹底打败之后 美国更加没有人走 想打台湾更加艰难 这是理论上的层面 但实际 中俄都不见有何好处 所以变成尴尬的位置,你不能让俄罗斯输 如果俄罗斯赢,他又不太远 所以打到一半一半,但又不能令俄罗斯太虚弱 虚弱到帮不到大陆 最好可以做到Paper Tiger,但说出去很凶 所以底部就是Paper Tiger 但出去就是战狼 这似乎是中国或俄罗斯在外交上想做到他的事